美國說鼓勵兩岸對話 陸委會說擔心我們對話 大陸設個陷阱給我跳怎麼辦 沒有信心怕大陸設陷阱 什麼陷阱呢 好 剛剛有提到陸委會 有一個最新的民調 永遠維持現狀37.9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26.3 維持現狀以後獨立19.5 儘快宣布獨立5.4 儘快維持現狀以後統一5.1 儘快統一2.2 所以極統2.2% 極讀5.4% 另外維持現狀以後看狀況 兩岸的發展等等各種狀況 實力在消長 那個時候有19.5 所以維持現狀以後獨立的16.5 加起來是24.9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沒有講統獨 他也可能決定統大陸越來越強 台灣越來越弱都靠大陸 那就統吧 你不統他要打你 算了不要打上統 或是說台灣越來越強 美國越來越支持台灣 國際對老公壓力越大 大陸經濟越來越爛 那就獨吧 那是維持以後再決定1四分之一 有一點投機騎搶看看 永遠維持現狀37.9 希望永遠保持現在這樣 現在這樣滿好的 但是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套一句羅大陸的歌詞 愛情這東西我了解 永遠是什麼 永遠是什麼 什麼叫永遠 愛情這東西我明白 永遠是什麼 永遠是什麼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永遠 不可能永遠維持現狀的 來 洪台兄怎麼看 最近在網路上有一個新聞 就是上海的汽車展覽 台灣完全沒報 你去看看這篇文章裡面才知道 大陸現在的汽車產業 那蓬勃發展的程度讓大家無法想像 它的出口國目前是出口 在排第二名輸給日本 但是我很多人在推車 大概可能後年就超過日本了 大陸的尤其是電動汽車的 各種的技術的進步 超過台灣的想像 如果台灣在這一方面 如果說還是要跟大陸 去維持一個距離的話 我前天晚上 我到饒河街夜市 跟我太太去吃晚餐 它的一個方格裡面有四個攤位 好多位置都是空的 可是它是付月租的 付月租 你其實不去 它還是要 攤租錢還是要付 可是它人來的話 那個工錢又划不來 因為那邊我很熟 我說生意怎麼樣 他說 他說只有週末看看 但現在客人大概都是來自於 這個韓國 日本還有一點 還有東南亞的國家 東南亞國家像馬來西亞 他們是姆斯林又不吃豬肉等等 對他們的影響真的是很大 我剛才講這兩個例子 一個是比較高科技的汽車產業 另外一個是我們的觀光產業 台灣我們的GDP 每年大概還是2%3%感覺還不錯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那都是在高科技產業 除了高科技產業 其他的產業其實是很需要 大陸跟大陸的互動 舉例觀光 我們的觀光業需不需要 大陸這些客人 當然那些客人我們也知道 消費量是比較好的 所以可以造就台灣 很多的一些生意 所以我們必須得思考 陸委會我倒是建議 陸委會 你的功能就是要跟大陸交流 不是阻礙大陸跟大陸不要交流 如果說你是要不要跟大陸交流 每天講一些大家聽不懂的話 這個單位才設掉就算了 你覺得如果會擔心設陷阱 擔心什麼陷阱 不是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說 就是我們在交流過程中 我們當然希望對等跟尊嚴 但是中國當然 就過去在很多互通上面 我們看到它是設有前提的交流 我們不希望是這樣 因為我們一直在說 其實民進黨一直都 抱持著很大的善意 我們希望可以跟中國 也有很多的互動 可是這個前提 當然像我剛剛說的對等尊嚴 而且它必須要理解 台灣人民的現況 因為剛剛您也講了 我們現在的民調攤開 其實對於維持現狀或甚至是未來 應該說不是統一或是集統的 這個狀態 其實是多數 大概佔七成到八成 所以在這個狀況下 就知道台灣的人民 其實是希望維持現在 自由民主的現況 可是中國以現在 它這樣子步步競變的狀況 它看起來是不允許的 它各種各項的交流 它都設有前提 不管是經濟貿易的 或是說外交互動上 我們在在看到都是這樣 包含像經濟就來說好了 我們在很多上面 別包含像農產品 它總是要故意踩我們一腳 那在這樣子的狀況上面 我們怎麼樣可以尊嚴的互動 我覺得這是中國它必須 它真正要釋出善意 它應該是要從這個角度 去釋出善意 而不是都是設有前提的交往 江儀 沒有 因為陸委會的副主委 今天發言人詹洪志他有說 他說習近平先生是以比較柔性的語言 來包裝既定的立場 他說我們去年八月 就已經決定要開放兩岸觀光組團 但大陸到現在還沒有做出這樣的決定 也就是說他說 台灣還在等他們的決定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因為現在因為是馬錫二會的關係 然後談到說台灣觀光的部分 他就提出了這個問題 如果說對民進黨來說 馬錫二會它可以做的影響力 有這麼大的話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建了之後 我們就真的是可以把矛盾衝突給消除 然後可以一次性的恢復 兩邊的一個觀光性的狀況 民進黨這麼重視的話 那是不是代表說 這過去八年都搞不定的蔡政府 要十年一次的馬錫會的見面 能夠解決這樣的問題 我就覺得滿奇怪的 滿諷刺的 所以是不是真的這麼重要 那是不是更要派員 來參加這一次的情意跟傳話了 所以其實我們剛剛也討論到說 在我們剛剛討論到 我們的記憶裡面 其實在不管是2008年這個團克開放 2012年自由行開放 其實在過去一直有很多 就是民進黨不斷用輿論 或是特定媒體 惡意的操作 不歡迎大陸客 或者是大陸客給人的 這種既定影響等等的 所以我們還是認為說 不應該用這樣的一個 政治的方式來操控 然後來影響就是 其實我們認為應該要開放的 這個觀光的部分 蔡強 老實講 我覺得某個程度上 每個人 因為這次現在美中之間 其實我一直認為大 是兩岸其實最重要的兩岸 不是大陸跟台灣 而是美國跟大陸太平洋兩岸 現在美國也需要說一個喘息 那個喘息的空間 為什麼說太平島 老實講現在520快到了 我們現在還沒有聽到蔡英文 準備要去太平島走一走 應該不會去了 我們自己準備5月中行去 希望不要被人家住 所以說我們掉下來之類的 可是我們準去太平島走一走 因為我們是立法委員 我們是這一屆的國會議員 我們該去最南端的 走一走 可是為什麼520 過去8年的總統 不去太平島走一走 因為美國不希望 因為美國不希望說他過去 蔡英文過去之後 把南海的議題搞得更麻煩 所以同樣的 兩岸就是小兩岸 也就是台灣跟大陸之間的 兩岸議題其實更麻煩 美國希望說現在我們自己自顧不暇 烏克蘭也好 還是以色列也好 甚至美國選舉 本身選舉也好的時候 我希望你們Give me a break 給我一點喘息的空間 所以不是 美國鼓勵檔案對話的前提 不是為了他 不是為了希望兩邊好 而是希望說這邊能夠兩邊 至少給他們一點時間去 還去做整個資源的整合 等到拜登還是川普 誰贏了之後 我們再決定國策怎麼樣做 我先要補充是不是 對 因為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中國為什麼我都常說 他包裝一個美麗的糖衣 就像在香港也是一樣 他說50年不會有樣的變化 可是我們看到很快 在香港回歸之後 他一切就變了 民主生活就也不在 所以我們在擔心的是說 中國其實他講很多 都是很甜蜜的話 可是實際上他就是做一套說一套 包含我們也看到 他還在掠奪台灣的邦交國 這些在在都讓台灣人民 沒有辦法信任 包含像我剛剛說的經濟的部分 剛剛湘怡也有講到說 什麼觀光客的部分 我要再次重申 其實民進黨已經準備好 要讓中國有團客進來 可是最後踩煞車的是中國 最後主黨團客進來台灣的是中國 不是台灣 所以我要講說 這都是他片面他自己決定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民進黨 一直要想辦法 要把台灣的經濟風險打散 希望跟更多的國家交流 也是因為我們不要把雞蛋 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因為我們看到中國並不是理性的 他沒有辦法說 我今天真的跟你達成一個契約 達成一個合約 他就能夠照著走的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 由單一的領袖去控制的一個國家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對他的一切保證感到安心 我來講陷阱 因為如果把勞共要統一我們 當作一個最後最大的陷阱 那在民進黨的眼中 無處不是陷阱 所以這個基本上 你的心理要改造 要改變 我覺得民進黨現在有沒有像 革命事件研究 處理心理作戰的 從心理建設開始的 有沒有這樣的單位 我不曉得 但是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以小事大是不容易 你會看他說 這在整我 那個在搞我 我不小心的話 我會上當 所以你如果用這種態度的話 我請教兩位 今天我們議談來的兩位信代的奇葩 所以我要問你們兩位就是說 全世界大部分的 我們這邊的都在抗中 熟悟我們也抗中 你覺得我們的抗中 跟他們的抗中一樣嗎 他們抗中的目的 是感受到哪樣的威脅 跟我們感受到對岸的威脅 有一樣嗎 他們抗中得到好處跟壞處 跟我們的利弊相比有一樣嗎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我們的政府 實在沒有好好去思考 就是說不容易當中 你也要找出一個方法出來 你一昧著照我們目前的做法 你說這個陷阱 那個也是陷阱 那你只好把自己封閉起來 就說 好啦 不太適合 比較安全就對了 我覺得這個不是辦法 其實民進黨 這個特別是賴清德 他在對大陸對他已經定性的 這個情形之下 就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他要做改善兩岸關係 其實容易很多 相對來講 今天如果國民黨當選 國民黨要大幅的改善 這個兩岸關係 同時又還要得到 美國的這個信賴 難度是很高的 可是賴清德 他其實只要做一點點 他其實就可以達到目的了 比如說很簡單 剛才韋山講說 大陸就是藝人的決策 你怎麼能夠信賴他 台灣何嘗不是藝人決策 我們在選前的時候 已經答應了旅行團 要開放他們的組團到大陸去 結果選後 也是藝人決策 是蔡英文總統的決策嗎 也是藝人決策說不開了 因為你們大陸M503的航線 給我這樣子偏移 所以我這樣就我不開了 那是台海安全的問題 我想這個安全的問題 一定是擺在前面 國家安全在前面 我要講的重點恰恰在這裡 就是說賴清德 今天要去表達善意的話 他其實非常的容易 他只要520上來之後 他就開放台灣的團到大陸去 然後同時對於未來 大陸到台灣來的 不管是陸生也好 或者是相關的這些 各種各樣的交流的這個事情 他只要開一個窄門 其實兩邊的氣氛就和緩下來了 如果說今天你所有的都要 像剛才沈大佬講的 覺得大陸處處失陷阱 所有的問題都是國安的考量的話 賴清德的決定也很簡單 他就不要一天到晚在那邊去講 就是說好像還要去釋放 出那個氣候說 我們有意要去改善兩岸關係 我們要去穩定兩岸關係 不需要 他就回到他的本心 就回到他一再強調的 就民進黨的調子 而且也是他的調子 過去馬英九時代的時候 都是錯的 你們那時候633都沒有達成 你看 蔡英文達成了 因為你們過去走錯了路 你們就是把台灣鎖進中國 以後我們不再走這條路了 你就不要跟大陸來網交流就好了 所以那有什麼好 在那邊玩文字遊戲 這純粹就是民進黨 佔了極大的便宜 還賣乖 然後還要不斷的跟美國 日本 在那邊不慣的討拍 這就是我們現在賴清德 這個準政府目前的實況 在那邊打開 就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